在彰化县有一条东罗西被居民叫做臭水沟 因为长达34公里的东罗西 沿岸有上百家养猪户 有些业者偷排粪水 加上工厂制造的污水 还有民众丢弃大量垃圾 导致了东罗西常年又黑又臭 让居民进而远之 但现在有一群居民自告奋勇 他们主动来寻查东罗西沿岸的畜牧废水排放 揭发不肖业者 同时也积极富裕东罗西生态 然而光靠这一群人的力量仍然有限 东罗西存在至少已经20年的污染问题 该如何根本解决呢 来到彰化映入掩年的是一亩一亩翠绿的农田 天气预报说今天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适合全家出游 然而住在彰化县的居民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们正在为东罗西烦恼 像我们这就是一些工程没什么攻击心 把我们的营业派给战邦拼到东罗黑了 顺务的顺务上来一些小型工业 还有一些像这些 所以比较不复杂施的 欧白偏这些 死贵死嘴 所以不应该出现的本事都给他拿下来 做成你看那些银都受污染 你们看那些水龙多辣 东罗西又称旧佐水溪 全藏34公里横跨彰化县内10个乡镇 沿岸都是田园景观 然而20年来却饱受污染摧残 福春福骑车带着我们参观东罗西 沿路不断闻到一股令人窒息的怪味 这股怪味就是浓浓的猪屎味 就算戴着口罩也阻挡不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 东罗西的水是黑色的 浑浊 脏臭 深不见底 水面除了未经处理的猪粪料之外 还飘着家禽 猫狗 就连饮料罐 农药瓶 烂掉的青葱 也全部被丢到东罗西 东罗西流经彰化县农业精华区 被称为彰化人的母亲河 许多农民灌溉农田的水 同样来自这条严重污染的东罗西 很多八时的蚕送离金 都是唯狗鸡水去灌溉用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水 away 因为这条线是洒 platform 这条线是山坡 水很清晰 横眼爬就能看到水平 原本清澈的东罗西 逐渐成为恶臭难闻的臭水沟 这也让居民难以清净 然而除了畜牧业和工厂废水之外 造成东罗西污染越来越严重 还有另一项原因 因为我们没有水源头 会流动成一个多壁多水 所以我们一些工程费水 一些西木费水 如果下来到东罗西之后 它是不会流通不会很顺畅 所以就会沉积造成恶臭 事实上为了拯救东罗西 解决污染问题 居民曾经组成自救会 上街拉布条抗议 后来组成东罗西环保协会 和环保局合作 积极巡查沿岸畜牧业 揪出偷牌废水的业者 我们说一个最特别 我们要花香不要错位 一百二年的时候 我们才成立一个 东罗西环保协会 来对抗我们这个养殖业 但是我们不是没有 你吃不够 但是我们的数据说 你要符合到国家的标准 符合到居民的诉求 举要来讲 它现在如果刚刚偷牌废水 没有处理的废水 构成烙流的话 它最高其实可以罚到两千万的 在法规设计里面 如果它排放废水 影响整个水体环境等等的 这个其实都有相关的法令 可以来勒令它停工或停养 然而就算官民合作 成效依然有限 根据彰化县环保局的资料统计 光东罗西盐案 就有110家养猪户 猪资数量更占了 全县总养猪户数的三成 畜牧业者偷牌废水的情况 不时登上新闻版面 环保局接获检举 业者涉嫌绕过合法的废水处理流程 以合法掩护非法 从去年开始执行整个一个 夜间集查的一个管制工作 确实有查获到极家序业 它就是整个一个废水处理设施 都没有在运作 然后直接相关大谷的一个 这些浓灼黑的一个污水大量排放 我们也都依照水管防治法 来寄出相关高额的一个罚金 事实上不止脏化县的东罗西 遭受畜牧废水的污染 同样是养猪大县的屏东和云林 也有类似的情况 看到环境越来越糟 一群对生态环境充满热血的居民们 再也忍受不住了 只是这次他们不是抗争 而是主动找上原本敌对的养猪户 希望能媒合畜牧业和农民 推动畜牧粪料资源化的政策 无非就是希望能把枣疫枣渣 也就是猪粪料回归农田 跟着镜头我们来到彰化县 二林乡的一家养猪场 来来来 潮车缓缓开进养猪场 工人拉出管线 准备把咽气池里 已经发酵的早一早杂 装上潮车 这次就是咽气炒的最后一次 也就是说经过咽气完成后 要出来这个活性污泥池之前 在这里抽 接着潮车开往东罗西生态园区 把猪粪料当作肥料 浇灌在花草树木上 它设备很齐全 它还可以有长的 它可以比如说那边浇不照的话 它还可以在那边的 它现在就是从百味家来 然后它去累积排放水的 那个有多少量 养猪养了四十多年 成育时就是透过 虎浦社区大学的牵线 把燕养发酵后的猪粪料 再利用到农田 作为灌溉的肥料 我有机会到泰国 到美国 到欧洲去参观他们 他们都是把动物的猪的猪粪料当成有机资源再利用 以前我们都尽量利用 我们吃的猪粪子 就是猪粪乳 它的猪粪料 我们都穿分来利用 把它拿去探 因为那时候肥料也很贵 猪粪也很少 所以我们都穿分利用 结果到现在做 尺尺尺这么多 做这么大规模的 我们才没有穿分去利用 这是很可笑的事情 我们用成育时的养猪场为例 养了四千多头猪 以一头猪每天大约会产生 三公斤的排泄物来计算 四千多头猪一天至少会产生 一万两千多公斤的猪粪料 相当于两百四十包的水泥 那么多的猪粪料该如何充分利用呢 这是我们的养猪师的灰区 就是猪粪 它来做它既败 像天一台 在差不多是七吨左右一千块 这区分败 它有几台什么 我觉得目前用高台 现在败料也很败 像今年这个肥料还要败也没有败 绵密的芦笋就像一片片绿色烂花 起伏在农地之间 刘维钦拿着锄头 正在翻搅田沟里的猪粪 一个人说的猪粪太减 你种萝卜就死了 所以我提款没它种下去 它就不死了 我家里就种给人家 还是完全要种萝卜 它也没有死了 把猪粪料化作农田里的肥料 其实是找回老祖宗的智慧 让原本的废弃物变成循环经济 回归农田 像刘维钦使用猪粪料 作为肥料的农民并不多 关键原因就在于 有些农民除了担忧猪粪料的 盐分过高之外 更担心猪粪料含有重金属 然而长期研究畜牧分料 诗惯农作的专家 却有不一样的看法 我们从以往的经验也知道 它没有什么毒素 那当然有机的成分是很高的 同根性都会在根 然后慢慢采到精采到叶 所以到了骨子的浓度已经很低了 所以当这个植物本身 会受到同心的毒害的那个浓度 对人类都还是安全的 其实同根性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像我们不是说很多男生缺心 对不对 还要再补一些这种微量元素的东西 所以同根性它其实也是 我们需要的营养元素 除此之外 农民也担心猪粪肥的效果 是否不如化学肥料 早杂早益 其实它几乎都是固体的部分 其实并不多 它其实就是营养液 对所以它的肥效算是快的 其实没有好跟坏 化学肥料有化学肥料的好处 然后有机质肥料 有有机质肥料的好处 就在于说你在你的这个栽培 作物的栽培本身 你在不同的时间 你可能需要不同的使用 你只要合理的去 或者是恰当的使用 这些不同性质的肥料 其实都是好的 这些不同性质的肥料 这些不同性质的肥料 其实都是好的 那我们发现它的数量跟种类是增加的 采域和高敲衡在东罗西的水岸边 悠闲地寻找食物 两旁的木棉花因为春天而盛开 这条被称为彰化母亲河的东罗西 近年来在湖浦社区大学的积极富裕下 逐渐让那些消失的鸟类和生态回来了 第一次的调查我们的种类大约差三十几种而已 到了前年已经突破五十种的鸟种 环境保护是非常重要 那如果我们有把它保护好的话 那其实我们的这些鸟类以及其他的生态 它就变得非常丰富 那个啊 那是高敲衡 拯救东罗西严重污染的方法 除了把猪粪尿废水再利用之外 其实最重要的是靠居民一起来维护 其实整个产业要存续 它最主要还是需要跟我们这块土地 来共存共融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捡一张垃圾没有用啊 其实如果一百个人捡 一千个人捡 一万个人捡 我认为所有的环境保护 污染改善工作 它都不会觉得它微小 而且它其实是有动作 它其实就是会有它的一个效应 那我也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在台湾更美好的环境生活 走在东罗西的铁道旁 我们没有背及它 而是拿着手机捕捉这美丽的风景 然而这只是东罗西富裕有成的一小段区域 长达34公里的东罗西 何时能找回过往的生命力 大家都在看